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神经病 奇III 啊啊哦哦哦 日日乱路里乳屋 看看刚刚额140年 车车车车 enm局 噜噜巴巴Е 米亚如 EV像骰斯哈 č 啊啊哦哦哦 日日乱伊无 吗 可慎かながん这次 做年车车车欃 day time down 爸爸爸爸妈咬摆 南亚 Matrix Acre 陨阳明朗, Kid Midikes Diesel攻击, 随规随风修上的艺术长 . 动鱼inha君与雲完全揪骤击 里面沟泪 而比怎么回事, 玉 JackY movement Hukum 小学习了一起的人 海到 embraced人 别 让其人朋友 神学习了一起在自了晨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能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悄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里因为设计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用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依靠这个身体 依靠我的身口意 对众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就主要讲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平时应该这样想 因为我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把自己所有的身口意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那么从此以后 任何一个众生 不管是未来 过去 现在 或者是现在 在不同地方的 不同种类的这些众生 只要是看见我 听到我的声语 接触我的身体 包括心灵观想我 对我生起贪心也好 信心也好 或者是对我生起基督心也好 暂时把我作为对境的这些所有的众生 把自己作为对境的所有的众生 愿他们今时来时 一直获得福果之前 都具有极大的利益 所以有些真正发了大菩提心的 一些高僧大德的发愿文当中 经常是有的 一天上师如意博他老生家 也是这样发愿的 他的发愿的内容就是说 从现在起 一直来自甚甚甚甚 不偏断的所有的众生 无论是对我起信心 还是对我起赞恨心 愿他们都获得利益 而往生计的世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这样发愿 非常感谢您的所有人 现在参加高僧 自己的众生 或者我们最近参加了大利产 也应该这样发愿的质运 三个子 借下的所有人 也应该这样发愿 看一眼看看 刚才并且算得了 三个子 blessed不离德的 希望吗 失败 出来 赞获得 在这边 这边端 我们现在这边 我们回家 我们现在去找个人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前面别说分两个方面 会向意乐具有意义和 会向行为具有意义 第一个就是 不管是别人对我发什么样的心 都这些众生得到利益的应 应该这样想 那么宗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人应见我生起心真心 远比恒称为称伴众利益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凡是愿与我的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他们对我生起嗔恨心也好 或者是对我生起清净心也好 凡是作为对境的 这些所有的众生 时时刻刻地 愿他们得到利益 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 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暂时不夺而去 获得人天福报 究竟立刻也就是做从能会当中 获得解脱 应该怎样想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真正具有菩提心的高僧大德 或者是菩萨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 实际上都是见闻 意念 或者是接触 全部都是得以利益的 因此我们平时见到一些高僧大德 他真正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那么我们见一见他 听一听他的声音 或者是接触他 都有得到非常大的利益 如果不是清净心 即使以憎恨心 就是见到他 也是有一定的利益 上师如意宝的 菩提金刚的手机当中也是说了 凡是与他结缘 都往生极乐自己 应该我们心里 有这样的一种愿望 凡是对我结缘 哪怕是用诚恨心 或者是用其他的 不太恭敬对待的话 暂时可能众生 会受一些痛苦 但是最究竟来讲 因为对我结上缘 所以愿他获得真正的解脱 这样的发愿 对我们每一位 修学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是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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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就是说 回向行为 行为具有意义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别人对我什么样的行为都应该得利益 我们要这样回向 这样发愿 从此是这样讲的 远比会我者 急于害我者 乃至如我者皆具菩提愿 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 不论是任何一个众生 自己或者是间接以对我 把我作为对境 就是以恶语众生 或者是当面就进行对我诋毁 毁谤 这样的人也好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 就加以损害 比如说用木棒来打我 或者是用石头来打我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行为 来进行摧毁我 这样也好 乃至或者说有些众生 在当面也好 背后也好 挖苦 或者说侮辱我 击毁我等等 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应该发愿 我们不但是对这些众生 从来不会报仇 不会恨他们 而且我还心里面发愿 但愿这些众生生生世世当中 具足菩提的殊胜因缘 应该这样想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有这方面的宣说 尤其是我记得 无诸菩萨在三座海的 以前我们翻译过一个 三座海的最后也有这样的 无论与我贪心或忏悔 无论对我生起贪心或者忏心 极毁一劫作厉害 凡是见闻接触者 细节受得菩提 圣菩提 细节受得生菩提 意思就是说 不论是对我摧毁也好 作害也好 或者是生起誠心 贪心等等 凡是把我作为对境 见闻接触的所有的众生 很快 最快的速度当中 让他获得殊胜的菩提的果位 因此我们应该经常也这样发愿 这种发愿是相当好的 一天无诸菩萨也是在 三座海的最后有这么一个发愿 华智仁波齐 一天也有这样的言辞 无论是我的这种三座 别人听了 或者别人见到我 听到我的声音 忆念接触 与我进行对话 那么这些众生 愿他们遣除到无无间罪的罪障 让诸世趋入恶趣的门 最终往生到清净的波扎那刹土 波扎那是观音菩萨的刹土 所以华智仁波齐的这句话 也是说明了我们这里面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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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这样回向 成为利踏 利踪之因 然后我们再继续发愿 发愿是什么样呢 一定要把自己成为众生的利益的根本 从此当中是这样讲的 那这个是我们佛陀的往昔的殊胜因缘 而成熟在众生面前各种利益的事物 所以我们首先想让我在生生世当中 变成了过路的 没有依靠的 或者是流落到一些陌生之处的一些信任来讲 就是变成了他们的这种道路 或者是变成了他们的向导 变成了他们的引导者 然后世间上也有非常可怜的 一些无依无靠的 或者是居然一生的 孤苦伶仃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就这些可怜的众生面前 让我变成了真正引导他们的护主 具有一定的势力 智慧 财力等等 这样的势力 所以无有路人面前 应该成为引导者 并且在渡过江河 这些人面前变成一些航船 船发 船只 以及变成桥梁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有时候可怜的一些众生 很想过江河 过一些湖泊 或者是过一些亡羊 就有这样 所谓的诸物菩萨变成这种船法 变成这种大船 是辥有的不泡船 所以我们这架顶的说明有没有 对了是数量产生的条件 就是什么乱满林之后 所以我们变成桥梁 是一些 вн跌亚的荅草的 Massacre 还觉得它是大船一终架草的 比较快乐吧 但是这种草莿的 然后我们这种重央的 我亚似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看了 就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种船子 船法 这些都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就这样想 然后自己也是这样想 看见你看在大海当中 有来来往往的很多的游客 就是在船里面 很顺利地渡过大洋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也想 愿我将来变成这些船吧 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飞机 我们想愿我变成飞机 就是利益众生 我们看见有些公共车 出租车 有些轿车的时候 我们也心里面发愿 愿我变成这些车辆利益众生 我们看见外面一些江河里面也好 湖泊里面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海当中的一些船子 也要这样发愿 这应该说是我们发愿的角度来讲 愿我们变成这些来利益众生 然后从诸佛菩萨化现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通过这种无情无的方式来 帮助众生的 世间上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桥梁 大桥 小桥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桥 这些都是 应该说诸佛菩萨的化现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桥上面 真的有车 人无数的 很顺密地渡过这个河 那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我们真的 坐桥 修路 或者修桥 布路等等 故人也认为这是遣除违缘 得到顺缘的 非常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一方面就是这样想 一方面自己也这样想 愿我变成一座桥 愿我变成船只来利益众生 你看这个桥没有的话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过江 有了这个桥以后 在这个桥上面有多少个众生 可以顺利地渡过 因此诸佛菩萨的化现 应该说是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也应该 有了这样的心态 那我们肯定帮助众生 感谢观看 您在这期间设计划 没关系 您能够称的在这期图 或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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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或者很长的时间当中 在大海里面特别疲倦 所以那个时候 诸佛菩萨有时候在大海当中变成岛屿 就变成岛屿 这是佛陀的一些公案当中 包括《世尊传记》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在上人面前变成岛屿 不过现在可能有些交通比较方便 以前阿底下存在的传记当中 从印度到金州之间 坐了好几个月的这种船 然后才能到达金州上师所在的海盗 那么也就是说 凡是在大海里面的这些岛屿 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缘 而我们自己发愿的时候 也是想愿我将来成为岛屿 让无数的客人 无数个疲倦者 依靠我来获得利益 应该这样讲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我们在自己世间当中 有一些非常可怜的众生 他们都处于一种黑暗当中 没有光明的 在这些人面前 应该变成明当 然后对他们直落 对他们出现一些光明 现在世间上 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面 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灯 就非常的庄严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想 这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诸佛你每一次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灯灯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 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想 诸佛菩萨现在显着明灯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灯 就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化现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想 愿我生生世世世变成这种明灯 然后劝出众生的黑暗 然后得到了正法或者智慧的光明 但我们世间当中 还有很多的人自己身体特别劳累 或者想睡觉 或者是有时候 讲课的时间太长了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习惯睡懒觉的话 很想寻找自己的床塔 那么所谓的你的这种床 实际上应该说 诸佛菩萨的化身 就是因为佛陀和 或者是菩萨他觉得这里没有床 光是在地上睡的话 潮湿或者不行的 继续地考虑成本 在地上睡地下 还觉得自己身体的境内吗 或者是进行窗户没了吗 那大漏在地上 你有什么图 끝�吗 什么时候也会拿来打分别人 再跟你说 这些子里 第二次付给大家 出品瓶 根本的这种床 如果还是一起床啊看那 和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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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我们自己心里也应该这样发愿 让我变成一些畅踏 让我变成一些勇具 不仅仅是这个 我们这里面还没有说的许许多多的 比如说我变成麦克风 或者我变成一些茶杯 我变成碧 就很多很多的这些自己事物 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我们应用的时候也知道诸佛菩萨的光明 或者是给我们给予的一些方便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应该始终都这样发愿 只要对众生有利 只要对众生帮得上 我就变成无情法 无情法都可以 然后后面还说 凡是需要仆人的愿我变成他的仆人 比如说有些人 他找不到使者 有些人找不到自己的弟子 或者是有些家里面 找不到自己的保姆 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 然后诸佛菩萨发愿 应该只要被对众帮助的话 那变成太阳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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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pling 变成 变成 这里 了 微词 秋 简 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